爺爺你喜欢我还是喜欢奶奶 两个最喜欢呀 不行均选一个哦 那我还不知道怎么选你 你问我吧 好 宝贝你是喜欢爷爷还是喜欢奶奶 我当然喜欢你了 那为什么呢 奶奶现在又不在了 你想起什么我就说什么呗 我终于只够了你今天被奶奶欺负了 因为你不会来吃呀 爷爷你好 我今天妈妈也生气了 为什么呢 昨天晚上爸爸不是送给妈妈一条大镜链子吗 这是好事呀 但是我在玩玩具的时候 我的机械是把他大镜链子给吸住了 然后妈妈就无莫名其妙的生气了 他把我的锡链石和大镜链子都给人家和垃圾桶 是的呀 还有更可怜的呢 他不给我们两座饭吃了 耶 你说怎么办啊 有人 那你又怎么办呢 那爷爷 看在我那么可怜的份上 我能去你们家吃饭吗 当然可以呀 还是爷爷最疼我了 那爷爷 我没有红烧肉啊 今天 今天你的头怎么吃呢 没办法呀 我现在正在长身体呢 反正说 那我比爷爷红烧肉烧得更好吃的吗 好的 那爷爷就给你做红烧肉 那太好了 谢谢爷爷 爱你哦 妈妈钱包里面的红票不要拿去了 我拿了 一个小屁孩 你拿钱干嘛呀 赶紧还给我 我给我爸 你爸又不缺钱了 你给他干嘛呀 我爸要出差了 出门在外多带点钱 有道理 再说 我已经跟你说过吗 我没说跟你说的呀 早上睡觉的时候我跟你说 妈妈 我拿点钱 给爸爸出差用 可以吗 那我也没有同意啊 你也没说不可以啊 你没说话 我就当你同意了呗 来老公 这个不好吃给你吃 这个也不好吃给 不想吃就别讲 不要总讲给我爸 我讲给我老公 怎么啦 他是我爸 有本事你讲给你爸去 我爸用去你的阿姬口 我给你爸吵架你帮谁呀 我爸 我可跟你说 你爸今天出差了 晚上不回了 怎么 你想威胁我啊 我才不是那样的人呢 你只要帮我 我今天可以跟你一起睡哦 不用了 谢谢 我可不想被某人的乌鲜声吵醒 我给你看你最喜欢的西游记 好吧 不好意思 我已经看过八百回了 你想看什么动画片吗 我都给你看 我什么动画片都不想看 我只想看书 跟你怎么样才能帮我嘛 我给你点你最爱吃的炸鸡 好吧 怎么样都不行 少一少会更不行 我生气了 你别叫我妈妈了 好的大姨 请你走开 不要打扰我看书 谢谢 你也太狠狠了吧 我这个红烧肉烧得很好吃 你火锅也烧得很好吃 不要吃撑了 真的 我长大了 要给你买大房子 跟我住吗 对啊 还要不带你去旅游 上哪里 我们去三亚北京还有云南 有宝宝带我去吗 对啊 好 陪下车你一起去 那爷爷 你现在能不能给我买一杯奶茶 好 我给你买 真的吗 真的太好了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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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儿 马克思琴 你管我 送奶茶就行了 哈哈 爷爷 你好 玩得开心吗 爷爷玩得很开心 下去 爷爷 你是不是把什么东西忘在家里啊 啊 没有啊 什么东西啊 我啊 你出去玩的时候 把我拉在家里了 不知道爸爸妈妈带你出去玩了吗 唉 别提了 谈笑都快过完了 我出过最远的地方 就是想去花园 哈哈 大叔爷 你别伤心了 爷爷给你买了礼物啊 真的吗 是真的 还是爷爷在弹我 好 爷爷明天就给你送过来啊 好的 那爷爷 你能不能顺便 给我送份红烤肉啊 怎么以前吃红烤肉呢 跟着爸爸妈妈天天都是青菜豆腐青菜豆腐 我想吃点红烤肉补充一下营养 哈哈哈哈哈哈 快爷爷给你买了带过来啊 好的 谢谢爷爷 好的好的 按钮 再见 哈哈哈哈 你爸说待会找你聊一下分床的事啊 怎么啊 你又谈破他了 看我什么事啊 你自己一点都不了解你爸 你劝他还是别的讨没趣啊 什么意思啊 我跟他睡他不笑吧 嗯 我比你年轻 我比你漂亮 我比你可爱 哈哈哈哈哈哈 我跟他睡 是他赚我便宜好吧 我摸鲜套就不错了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 你已经想多了吧你 别笑 我告诉你啊 蛤 我长大了 他最又转眼影 你们想跟我睡 他不乐意了呢 为什么 我跟爸爸说你都不乐意 嗯 跟你们睡 哈哈哈哈 我老公乐意吗 哈哈哈哈 有人说你坏话呀 蛤 啥 你爸呀 他怎么说的 他说你看看小泥穷 过个年 都叛成一头小猪了 以后晚上不许给他吃肉了 哈哈哈 我妈妈没有同意啊 过分了 是的呀 我一听我就不开心了 你说说怎么说话的 是不是 不仅说你是头猪 还不让你吃肉 哈哈 我说你过分了 嗯 爸说了我健康着想 吃太多长不高 哈哈 哈哈 不是 啊 啊 没想到你这样的人 问你 说别人坏坏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 爸爸的私房间到底藏哪了吗 我不告诉你 你我不会自己找吗 自己找就自己找 反正我不告诉你 哎呦你告诉我吗 你告诉我这个就归你了 拿走 喷我啊你 让我长出眼啊 哎呦你妈 哈哈哈 那我带你去吃你最爱吃的烤串 好吧 阿凡你不要用这些垃圾食品来套路我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谢谢 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有人 我和爸爸都信赵 你不信 哈哈哈哈 你肯定不告诉我吗 确定一定一定肯定 哼 我生气了 你以后不要再找我辅导你作业了 好 麻烦你以后不要再辅导我写作业了 嗯 你辅导我越多 我错的越多 谢谢 啊 啊 你们为什么趁我睡着的时候 到那午睡 没有啊 还狡辩 哦 他就睡吧 你们还睡一整晚 明天亮了才能陪我睡 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还是不是我们爸妈啊 那当然是你爸妈咯 他干这样的事 你们胆子都跟谁学的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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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还笑 哈哈哈哈 那么低声的女儿 这么可爱 又很懂事 你都不愿意陪 我告诉你啊 啊 等我长大了 你想陪我睡 还不要我呢 哈哈哈哈哈 姐姐 新年好 大师姐 新年好 我要请你去天文馆玩 你去不去 哈哈哈哈 对对对 就是天文馆 那边可好玩了 超级无敌好玩哦 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这累耶 不想住吗 哎 哎 哥 去嘛 票都买好了 不去就可惜了 那可太好了 但不过要辛苦下爷爷 哇 那怎么一回车呢 要爷爷开车送我们去 哎呦 你妈 哈哈哈哈 你爸妈咯 哈哈哈哈 我爸爸没空 然后妈妈开车 我又害怕 哈哈 爷爷也不想开车呀 啊 求求你我妈 拜托啦 爷爷 爷开车技术最好了 又安全 而且还很舒服呢 别笑哈哈哈 哎呀 那等会爷爷就开车来见你好不好 好的 谢谢爷爷 待会见哦 秋 嗯 你到底谁生的 问你说呢 哈哈 那为什么你什么事情都笑着你爸呀 哦 我当然想知道了 哎 你干什么 大过年的让我揍你是吧 哦 宝贝 是的啊 插插就行了哈 懂了吧 懂了吧 啊 待会出去吃饭你让你爸不要喝酒啊 啊 不可以 为什么啊 我们老师说啊 不要夺人所好 不要夺人所好 喝酒又不是什么好的爱好 我说不要 就不要 啊 啊 看 这什么 哦 您就要说了 这一百块钱就归你了 这个钱好赚吧 好赚你自己去赚呀 那我不是不方便吗 妈妈要是说了 亲戚该怎么想妈妈了 那你就不要在旁边多管钱 是的 大过年的 让我爸高兴高兴呗 这样 你只要说了 明天我就带你去游乐园嘛 走心了吧 你别白飞一车 我是不会阻止我爸的 到时候你爸喝醉了吐了 我才不管他呢 不管就不管 我的爸爸 我来爱护 还没给大家半年呢 给大家拜个年吧 好 好 来 祝大家新年快乐 起来起来 再来一遍 祝大家新年快乐 亲奶奶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小泥丑给你们拜年啦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突飞猛进 全部四景 忽然抱负 身体将藏 出年开心如意 顶呱呱 新年快乐 哎 你这钱 我又罢了 我知道 那你什么时候把欠我的钱还一下呀 我什么时候 去年又用的学费啊 还有生活费啊 你看哦 学费一个月五百 生活费五百 加起来一千 一年就是一万二 那么多哦 怎么啊 你很赖账啊你 我 他不是那样的人呢 好 收给你 够了吗 哈哈哈 看一下 这顶多四千啊 不够啊 还差八千呢 哈哈哈哈 那怎么办 我没钱了 都给你了 哈哈哈哈哈 妈妈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这样 你写个欠条 剩下的八千 用你明年的压水钱还 好 哈哈哈 这年什么礼物啊 就是他 上面好像写啊 中华 中华先烟啊 对对对 就是他 哈哈哈 不过 你不可以告诉奶奶哦 哈哈哈 啊 好的 也 也不告诉 还有 你一天只能抽一根 不能抽多哦 哈哈哈 好的好的 嗯 对了 你看在礼物的份子上 能帮我个忙吗 什么呢 明天就是大年三十 明天的团圆饭 你可以来帮忙一下吗 帮忙一下吗 哎 你也知道妈妈的厨艺 啊 爷爷 你明天可能要做主题了 哈哈哈哈哈哈 能不能拒绝呀 你拜托你了吗 爷爷 爷爷说的饭是世界上 对对啊 好吃的啊 求求你了 哦 好吧那明天爷爷就过来了 好的谢谢爷爷再见 哈哈哈哈 马上过年了 你把压水钱给我保管吧 不可以 为什么啊 我要给我爸 啊 为什么给你爸呀 我们老师说了 要帮助穷人 你爸又不穷了 他还不穷 你像个强盗一样 他钱全部收堵了 你买一根棒棒糖的钱都没了 没有你妈 哈哈哈哈 这什么 你交给我这个就归你了 你别想套路我 那怎么样才能给我 怎么样都不会给你的 这样 你交给我 我给你买任何你想要买的玩具 别白菲利特 我是不可能给你的 啊 那你到时候给爸爸了 我把他抢走 你搶 你搶我 我就告诉外公 看他怎么收拾你 哎呦 你妈 哈哈哈哈 你都多大了 你还跟你爸睡 啊 我多大啊 你说呢 比你小的人都自己睡了 我再大也没有你大呀 啊 你不也跟我爸睡吗 你能跟我一样吗 怎么就不一样啊 你还不如我呢 啊 好歹叫他一声爸 你敢吗 哈哈哈哈 你长大的你就要学会独立啊 你知道吗 再说了 男女有别 直接跟我说 跟你团个爹上不就得了 啊 别转弯了 哎呦 我不是这个意思 嗯 别人都是 重色亲友 你倒好 我找了 你重色亲孩啊你 哈哈哈哈 你知道爸爸示范前藏哪了吗 不知道啊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啊 不可以 为什么啊 你老实说了 不可以出卖朋友 哇 你爸又不是朋友了 朋友都不可以出卖 爸爸根本不可以说吧 哈哈哈哈 哈 这什么啊 你就要告诉我 这个就归你了 啊 冬天的 谁还吃冰淇淋啊 哦 那你要吃什么嘛 你就告诉我 我都给你买 嗯 我不想吃什么 你别想套路 哎哟你妈 哈哈哈哈 嗯 那这样 你就要告诉我 这个作业不用写了 今天 看我啊你 为了吃一点点小钱 作业都不让我写啊 我不管 你该不告诉我嘛 别白分厉害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哼 我生气了 你不要叫我妈妈 好的大姐 小年快乐 小年快乐 你的大孙女有点不快乐哎 啊 那怎么不快乐呢 妈妈今天说给我烧炖好的 那很好呀 快来呢 他竟然把大猪蹄给烧焦了 哈哈哈哈 烧焦了就算了 他竟然连毛都没踢 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你说我吃饱了吗 别说吃饱了 我都要被恶心死了 哎 哎呀 怎么这么多年呢 是的呀 我想到爷爷那去求安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的 我待会就来 爷爷 你记得准备好红烧肉等我来哦 哈哈哈哈 今天有带鱼 你吃不吃 吃吃吃 哎呦你妈 你们吃饱的什么我都爱吃 吃饱食果快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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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谢谢爷爷 再见 叔叔你好 我是你们家楼下了 哦 大早上的你们家动画片的声音 能不能调小一点 嗯 吵得我都没法好好学习了 哈哈哈 哎呀不好意思哦 马上就调整一下啊 等一下 哦 怎么了 这个送给你 其实我想和你家小朋友 一起看动画片 可以吗 可以吗 哈哈哈哈 爸爸今天有没有抽烟啊 不知道 我们要监督爸爸的呀 帮他把烟给戒掉 知道吗 我不知道呗 哈哈哈 怎么可能你一天都跟他在一起 我说不知道就不知道 哈哈哈 这样你告诉我 我明天带你去公园玩 怎么啊 你想贿赂啊 我告诉你啊 没门 哈哈哈 哈哈哈 你怎么样才能告诉我 怎么样都不会告诉我 啊 啊 你只要告诉我 我就给你看动画片 你坑我啊你 啊 竟然用动画片来诱惑我 啊 那我不管 你只要告诉我 你现在就可以看你最喜欢的西游记了 别白费力气了 啊 不会告诉你的 啊 哈哈哈 你又不要叫我妈妈了 好的大妈 耶 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谢谢 啊 耶 你好 哈哈哈 大叔 你好 你吃饭了吗 嗯 哎 爷爷还没吃饭呢 爷爷正在烧菜 我已经吃了哦 哈哈哈 哦 那你吃的什么呀 面条 面条啊 嗯 那面条好吃吗 好吃 哈哈哈 哈哈哈 不过我要长不高了 哎 幼儿园开学之后 我就是班里面 最爱的一个小朋友 哎呦 你妈 哈哈哈 哈哈哈 因为我天天都吃 青菜面 青菜面 一点肉影子都看不见 哈哈哈哈 哎 怎么这么可怜呀 是的呀 我好想你爷爷的红烧肉啊 哈哈 你的红烧肉又好吃又长身体 哈哈哈 哦 哎 今天没有红烧肉呀 你大排骨要不要吃啊 要 要 要 哎呦 你妈 哈哈哈 那算好以后 我给你送去啊 那太好了 有人 谢谢我最喜欢的爷爷 哎呦 再见 爷爷 你好 哎 大师爷 你好 你感冒好点了吗 啊 嗯 嗯 好点了 已经好多了 你有没有吃药啊 好 我已经吃了药了 感谢大师 你关心啊 爷爷 那你以后不要再吹凉风了 要多喝水 多休息 多睡觉 哈哈哈哈 还有哦 你不要怕哦 爷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爷爷不害怕 那爷爷 你吃过饭了吗 喂 哎呦 还没远啊 我不想吃饭耶 那我让妈妈做好饭 送过来怎么样 妈妈可以吗 哈哈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哈哈哈哈 那爷爷 你不要急哦 妈妈等会就送饭过来 呜 哦 好的 谢谢大师 你 哦 对了 不好吃 你也要吃光哦 哈哈哈 你得多吃饭 啊 吃的饱饱的 吃饱了就有力气 对抗病毒了 哈哈哈 哈哈哈 爷爷你好 哎呦 我的大孙女啊 我等会会来看你哦 哈哈哈 真的吗 真的呀 我还会带上甜滋滋的车里子 哈哈哈 还要带车里子给我吃啊 快是我的大孙女啊 你好吃的东西就想做爷爷啊 那是必须的呀 哈哈哈 你可是我最喜欢的爷爷了 哈哈哈 你等着我哦 好吧 爷爷等着你啊 哦 对了 啊 你也不用特意准备什么吃的 弄点羊排就行啦 哎呦 你妈 哈哈哈 看羊排 哎呀 家里没有羊 嗯 怎么办 我还想跟爷爷美滋滋一顿呢 啥 有人 哈哈哈 哈哈哈 看在车里子的份上 爷爷现在就去买 好的爷爷 你最好了 谢谢爷爷 哈哈哈 我们待会见哦 再见 哈哈哈 哈哈哈 爷爷你好 大孙女啊 你好 你怎么还不来呀 我等的花都谢了 哈哈哈 爷爷今天要在家休息 不过来了 那我一个人在家很无聊哎 没人陪我玩 哈哈哈 那你妈妈呢 我妈妈去上班了呀 你一个人在家吗 没有啊 我爸爸在家呀 不过我爸爸也要上班呀 没时间陪我玩 哈哈哈 那怎么办呢 嗯 要不你陪我玩吧 可以吗 哇 你只要过来了 我就把我家里所有的玩具都给你玩 哈哈哈 哈哈哈 好吧好吧 我一会儿就过来了啊 人下爷爷 啊 你过来的时候 顺便买一些肉 我们今天中午吃红烧肉 哈哈哈 那哪个来刷的 嗯 爸爸不会做菜 那就爷爷你来烧吧 爷爷烧的红烧肉 是世界上最最最好吃的了 哈哈哈 哈哈哈 那好吧 爷爷 马上就过去烧 好的 谢谢爷爷 爱你哦 哈哈哈 哈哈哈 爷爷您好 哦 您好大孙女 我跟你说个天大的好消息 哈哈哈 我看看转音咯 这是好消息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那我们要不要庆祝一下 哈哈哈 啊 你要怎么庆祝啊 嗯 吃烤鸡和汉堡怎么样 哈哈哈 哈哈哈 可以啊 那你过来看我的时候 顺便带过来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谢谢爷爷 我长大了 会给你买 好多好多好多好吃 哦 好的那爷爷一回就给你买过来啊 好的 妈妈问起来你就说你 是你自己想吃的 对 好的就是我自己要吃的 好吧 好 好 好 谢谢爷爷 谢谢爷爷 再见 哎呦 哈哈哈 爷爷 你好 哦 你好大孙女 哟 想你了 你有没有想我啊 哈哈哈 我也想你啊 你现在订好了吗 好很多啊 自从吃了你的红烧肉 我全身都是利铁 哈哈哈 还没有转音 哎呀 我的红烧肉好吃啊 爷爷说 太多爷人呐 太咸了 下次少放一点 啊 哈哈哈 哈哈哈 爷爷无敌好吃 哈哈哈 那爷爷今天再给你输一碗 嗯 啊爷爷 今天我不想吃红烧肉了 啊 我想吃皮皮虾可以吗 哎呦你妈 哈哈哈 你要吃皮皮虾了 可以可以 我一会就赶紧送过去啊 好吧 哦 好的谢谢爷爷 你 学会吧 哈哈哈 爷爷你好 嘿大孙女你好 想死你了 你有没有想我啊 我想啊 你病好一点没 好一点了 但还是全身无力 要是能吃上一碗 红烧肉就好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到菜市场买 过来看我的时候 顺便带过来 哈哈哈 我没想去看你啊 啊啊啊 你不是说想我了吗 想我了就应该去看我呀 哈哈哈 但是你生病耶耶 我过来不就怕穿了吗 没事 我们俩隔着门间 你既然这么想吃 那爷爷就一回 给你买过来 好等一下爷爷 你要带熟的过来哦 啊 熟的不好吃 哈哈哈 哈哈哈 这病毒可怕吧 这有什么可怕的 这病毒 你别笑 这是一个纸老虎 哈 你知道纸老虎什么意思吗 你也说美国就是一只纸老虎 哈哈哈 我看这病毒也是一个纸老虎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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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撑了一下 然后烧到九十度 煮得我滚烫滚烫 哈哈哈 哈哈哈 是三十九度 九十度你人不找没了 到了晚上 我就把它一顿烫揍 然后把它干趴下了 哎呦你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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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晚上 就把它干趴下了 而且把它解割了 消灭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可是烧了两天两夜 哎 都一样 只要我把它消灭就好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你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吗 嗯 我当然知道了 那我是从哪里来的 哈哈哈 妈妈垃圾童里解回来的 哈哈 哈哈哈 还不是呢 哦 没文化真可怕 哎呦你妈 哈哈哈 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是爸爸种在妈妈肚子里的 一颗小种子 嗯 小种子长大了 嗯 嗯 就是我了 啊 小种子的公司就叫 哦 厉害了 这么复杂的问题都知道了 我是从把书搜上看过来的呀 哎呦好棒 我把书搜上没写 爸爸是怎么把小种子种的呢 嗯 你知道吗 这个 这个我也不知道呀 你爸又没有告诉我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公主你好我是你们家楼下的 哎呀怎么又来了呀 是的呀 我们是跟你讲了吗 现在到处都是阳性病例啊 不要来我们家玩哈 公主我这个知道的 哈哈哈 我又不是小羊 哎呦我知道了那不就更要注意了吗 好了赶快回去了啊 等一下啊 我上来又不是跟你加小朋友一起玩呢 我是跟你送这个的 哦 哈哈哈哈 哎呦太谢谢了啊 好了回去吧啊 等一下 哈哈哈哈 你居然拿了我的美铃 那我可以跟你加小朋友一起玩了吗 可以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叔叔你好 我是你们家楼下的 哈哈哈哈 你好啊 好久不见了吗 是的呀 我都放假了 哎呦放假了 恭喜恭喜啊 开心不 嗯 不开心 嗯 你们家小朋友一直奔奔跳跳的 吵得我脑袋疼 我都没法好好休息了 哈哈哈哈 哎呦对不起啊 我马上让他停一下哈 等一下 啊 怎么了 啊 哦哦哦哦哦 哎呦太谢谢了 等一下 哎呦 你们家小朋友一起奔奔跳跳 可以吗 哎呦 哈哈哈哈 啊 辛辛苦苦养大的小苗 过年都不回去看他的 哎呦那不是疫情原因吗 你以为我不想回去啊 以前疫情的时候 你不回去 现在放开了 你还不回去 到底哪个准啊 都准啊 反正今年是不回去了好吗 啊啊 就说你是个过失的老命啊 一点都不能喝的 冰凉冰凉的 哪有啊 那不是没办法吗 你回去啊 不回 如果你不回的话 我就 你就什么呀 你长大了 也不回来看你 loan 不离嘛